半拿雞碗直接往竹籠裡盛起來 一碗接著一碗全部裝滿滿 這是用豬頭大骨高湯 和米熬煮的特色飯點 叫做豬頭飯 一碗銅板價10塊錢 還有這個炭烤蒜頭香腸 炭烤古早味 來到台南新年菜市場 這一套內行老饕碧點 兩樣吃飽才30塊錢 熱量是20元 就是單 20元 頒獎的 要借 不然要借 就一個借 銅板價美食 讓客人邊吃邊而樂 只是眼看三倍振興券 準備領取 店家確實很頭大 希望客人千萬不要 拿來消費 沒有 因為我們的金額太多了 我們的金額都 三個字 十塊幾十塊而已 還沒吃飽 老闆嫌麻煩不是沒有原因 悄悄加目標 炒米粉15塊 花枝根30塊 點兩項加起來 也沒超過50塊 另外一攤老闆直接說不想收 因為沒有時間拿去銀行兌換 沒有 我沒時間去投給我 對我們來講 市場用三倍券 寧願收現金就是不收券 小本生意銅板價格 同樣不收三倍券的 還有嘉義這個粉圓冰阿婆 攤外錢的昏貴 米苔木還有粉圓 全都是阿婆 凌晨一兩點就起床製作 再淋上糖水 這樣一碗才賣20塊 我們也有七央 七央比較二十而已 對 這個我用七央 二十塊一十塊 這個我說那個我用錢 你現在我們拿 我們就要去鮭鮭碗 阿婆直接講明不收正心券 畢竟只有二十塊 小本生意賣多少 賺多少 收的也是銅板 自己大把現金拿去找零 收紙本再兌現 一來一往耗費的時間 似乎真的划不來 記者侯國務 賴官長領執會 嘉義高雄綜合報導